大家好,请收看这本书吧 我今天要给大家讲解的是 所谓会说话,就是会换位思考 我将来教你如何把谈话变成一个 温馨而又充满乐趣的故事 许多人一生中都会遇到以下情况 一是上司要与你交谈 谈论工作,不知该谈论些什么 两个人都是一言难尽 二是进入一次聚会,四下张望 却没有一个熟人 你尴尬的在哪儿 不知该说些什么,只好回家去 与一位好友交谈时 你侃侃而谈 但你会发觉对方眼神呆滞 昏昏欲睡,连说话的性质都没有 那些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让无数人烦恼的事情 都是因为他们不会说话 所以,到底要怎么做一个会讲话的人 英国畅销作家兼资深媒体人卡罗林 塔格特在 所谓会说话,就是会换位思考 终于大家分享了 如何让交流更加温馨和好玩 该书的撰稿人卡罗林 塔格特 英国知名的畅销作家 资深媒体人 曾担任BBC知名的 与恐龙同行 大猫日记等书籍的编导 成为英国图书行业的一股新潮流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 他一直在英国的各个地方游历 在不同的文学聚会和文艺晚会上 他的交际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他用自己的经历 让原本沉默寡言的作者们 变成了一位善于交际的名人 被誉为作者的生活老师 这篇文章是 所谓会说话 就是会换位思考 是笔者在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在这本书中 作者给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看法 最好的交流方式 就是转换自己的思想 用设身处地的方式 来让别人感受到温馨和快乐 本书有很多好的方面 我们今天就讲讲两个中心问题 一 对话的移情 和三个切合实际的方法 第一段 首先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对话中的 移情是怎么回事 在笔者的观点中 对话既是一个与他人交流的契机 也是一个与他人交流的好时机 对话实际上 就像是一次海滩上的排球赛 在球打到自己身上的那一刻 大家都有了一次击打的机会 而自己恰好处在了最合适的位置 那就是在交谈中 做出一篇很棒的演讲 尽管排球赛的规矩是不允许别人去抢断足球 但是有些运动员却忽略了这一条 就像是一个人在聊天时 完全不在意别人的心情一样 一个优秀的球员 他懂得怎样把球传递给其他人 使他可以更容易地把球送出去 如果是水平较低的球员 可能会错过球 让球落地 或是将球扔到一个诡异的角度 让别人不得不努力救援 这样的情形既尴尬 也令人烦躁 所谓言不由衷 换位思维 就好像是在海滩上打排球一样 你要知道对手的站位 你现在的处境 你的出手时间 这三样东西都要结合起来 这样你的传球 才能更好地完成整个战斗 笔者的一位同学 就是在一次约会中 碰到了一个让他很沮丧的人 由于初次见面 彼此并不是很了解 因此出现了一些尴尬 为了打破僵局 那人先和他交流 询问他从哪来的 但他却用一个地方的名字 作为回应 他就不说话了 他只能继续追问 你是哪个系的 其实 寒暄也并非是在说废话 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意思 询问你从哪来的 并非真正要打听你的家乡 只是为了让你更好地认识彼此 这样我们 就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彼此 更容易找到彼此的共通点 这样话题就会更加丰富 更深入 事实上 要在约会中 避开这样的寂静 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在你说完之后 再来一声那么拟呢 然后再将问题交给对方 双方就可以互相交流了 不过 像这种不会说话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他们都认为 这种对话很重要 但对于作家来说 这种对话不是一种困难 更像是一种机会 因为这是一种有趣的体验 可以让你的人生 变得更加充实 因此 没有理由将对话视为你的对手 在最愉快的交谈中 既没有争斗 也没有无聊的言辞 有的只是平静平和的情感交流 要达到这个目的 必须要有一个设身处地的想法 换位思维是什么 实际上 就是认真地思考对方的需求 尽力地为对方的利益着想 让对方感到舒服 有趣 好的讲解员 是指对他人产生兴趣 乐于理解他人的人 他们能很好地避免自说自话 尴尬 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意思 调整自己的措辞 如果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 就会换个角度 给其他人一个表现自己的空间 本文的研究者们相信 要使一次交谈能够顺畅地进行 最好的方法 就是用各种方法去问别人 比如 你怎么看 你是从哪来的 你能详细地讲讲吗 用以下的方法给他们一些提示 你愿意倾听他们的下一步要说的话 要让自己设身处地地去思考 他人的反应 是非常关键的参考 一个人对事物的看法 反映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和激情 以及他们对你的反应 可以引导你继续交谈 例如 在闲谈中 他们谈到了这段时间 一直在下雨 有的人会说 雨水对花园里的花草也是有益的 然后 你可以询问他是否喜欢种花 他多半会给出一个 是的答案 当有人抱怨 总是下雨 而感到沮丧的时候 你就会表现出 应有的体量和体量 尽量去寻找下雨的积极因素 例如 下雨之后 天气会更冷 而且会更好的空气 这样的文字信息更好理解 但是有些信息 却是藏在别人不说的字里行间 所以要仔细考虑 举个例子 有人要向你推荐一种金融工具 它总是围绕着高收益和短时间回收 你也需要询问他的安全和可靠程度 有些暗示可以从别人的话语中得到 比如说有人爱比喻 有人喜欢引用经典 有人喜欢用数字来形容 有人则是擅长用数字来表达 你可以这样做 你这个比喻很有趣 可以详细讲讲吗 这样做 可以让别人以为你是认真的倾听他说话 另一方面 也可以让别人有更多的时间来解释 换位思维中的另外一项重大参考 就是提供和获取资讯 当谈及如何获得职业生涯的胜利时 许多交谈专家都会把弱连接放在首位 强连接是你和家人 朋友 以及关系密切的人的关系 而强连接则是你经常能看到 非常了解 并且在你有需求时 会给予你支持的那个人 微弱的联系的关键 是它可以让你意外和幸运 而你的工作伙伴 可以向你介绍一个更好的工作 或者是一个很棒的金融咨询 要构建这样一个薄弱的联系 需要你对他人的观察 和设身处地的考虑 很多谈话都是在工作环境中进行的 其中包含了交换和获取的讯息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要设身处地地思考别人的要求和期待 你要考虑 你能为他人做些什么 其中包含你的经验 你在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 某个特定的问题的答案 这些都是你能够在你的答案中提到的 另外 思考你想要从别人那儿得到什么 这样才能更好地安排自己的问题 有付出 这样的谈话就会有价值 以上是关于你的第一个要点 在交谈中如何转换观点 设身处地地思考他人的需求 尽力为他人着想 使他人感觉舒适 你要关心他人 时刻留意他人的反应 留意资讯的给予与要求 讲到这里 下面跟大家一起分享三种异地思维的实际方法 外部接触 话题选择 情感交流 第二段 首先 我们来了解一下 如何在对话中用外在的方式进行换位思维 外在联系是通过衣着 面部表情和身体的运动 来实现思想的转换 在社会上 每个人见面的机会都很少 穿着合适的衣服 这样才能给对方留下好的第一印象 反之 当你在一个陌生人面前 表现出消极的态度时 他很有可能会因为你而拒绝 与你进行更多的沟通 所以 什么样的外在联系 能够让人们产生良好的第一个感觉 这篇文章的撰稿人相信 首先要从你的外貌开始 例如穿着 不必总是穿着西装 但要试住使自己的服装符合环境 例如 在去宴会前 你可以先和主人沟通 了解宴会的内容和来访者的地位 然后再通过了解到的情况 来决定自己要打扮成怎样的样子 这样才能让对方感觉到 你是一个有教养的人 我们可以发现 有些人太注重自己的穿着了 他们会穿着正式的长裙 化妆得很浓妆艳抹 这样的话 就会显得你的底气不足 所以 你要做的 就是给自己找一件 让你觉得自在的衣服 简单的妆容 在你参加派对时 别总想着打扮 别扯着衣领 别把自己的衣角拉起来 那样就太做作了 要有信心 要在晚会上保持笑容 事实上 我们的每一个举动 都会对他人与我们沟通的意愿 产生一定的影响 例如 当你刻意回避与人目光接触时 你会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胆怯 而当你总是注视着某人时 则会显得咄咄逼人 恰当的目光接触 应当是直面彼此的目光 随后将目光投向彼此的嘴唇 随后再次注视彼此的双眼 并不时的给予鼓励的点点头 表明你 认真聆听 并有浓厚的兴趣 这些动作看起来很难 但只要多练一遍 就会变得很简单 另外 你也要留意身体的运动 和脸部的神情 从心理学上讲 人体的运动 反映了一个人的思想 例如 一个人站着的时候 双手插入裤兜 不但显得你很慵懒 而且给人一种 你很厌烦的感觉 和别人交谈时 你的身子厚痒 表示你很不舒服 你对你的对话 没有兴趣 如果你测过身子 表示你很感兴趣 而双手交叉地站在那儿 则表示 你比较谨慎 有强烈的防御意识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身体运动 实际上会泄露你的情感 继而会对你的初次形象 产生一定的冲击 另外 和其他人的关系 也会对对方的看法 产生一定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 意你的间距是一个很好的范围 这样才能保证 两人之间的身体接触 而不会让对方觉得不自在 以他人为本的外在联系 是达到 移情的首要步骤 让我们回到另一个角度 来看另一个方法 主题选取 不将交谈视为一件麻烦的事情 仅仅是开始 而更高层次的事情 则是借此来增加认识 加深关系 乃至感动 要达到这个目的 就必须要挑选适当的主题 使你的对话 更加生动活泼 交谈时 双方都要表达自己的观点 而当对方喋喋不休时 对方却只是说 是或者是 这样对话 就会变得很难继续 因此 在交谈的过程中 尤其是一开头 尽量选择 能使另一方继续交谈的主题 即开放的主题 开放的主题 实际上是与封闭主题相关的 它是怎样的一个封闭主题 例如 你到日本来了吗 对于这样的问题 你只能说是或者不是 这个无法进一步交流的问题 就是一个封闭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 不但会让人觉得 和你沟通很枯燥 还会给人一种被拷打的错觉 让你好不容易在别人面前 树立的好感荡然无存 但开放性的问题就不一样了 它可以让你敞开心扉 让你敞开心扉 开始一个开放性的话题 你必须要从你的问题中 找出合适的答案 举个例子 如果你用一句今天是个好天气 对吧 这样的话 你会被人用 是或否的口吻来表达 但是 你要是换一种说法 说 今天的气候很好 我很期待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们的国家队 也会有这样的好天气 然后 你可以和另一个人 进行一次有意思的对话 开放性的主题 是一种很好的交流方式 其内容的选取十分关键 你可以先从周围的事物入手 例如 在派对的东道主家里 谈论一下 他们的收藏品和记录 也可以在介绍自己的过程中 告诉对方 一些更明确的情况 例如 在介绍自己和老师的关系 或是目前的工作 以便能找出话题 你可以找到一种 让双方都不快乐的东西 来分享自己的不快乐 要使交谈更加温馨和有趣 你必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 你必须首先 把自己变成一个有趣的人 这样你的对话 就会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首先 你要了解身边的情况 这样可以减少你与别人交谈时 不会说些什么的危险 要让你的视野 从一个名人的小道消息 扩展到你的视野 同时要注意一些时政新闻 以便你可以用你的观点 观点和想法 来和别人交流 其次 要积极地发掘他人的幽默与友好 例如 你可以到博物馆或者画廊 和你同样对某个作品 很有爱好的人聊聊 在体育馆里 你可以询问一下你的朋友们 喜欢的体育项目 甚至当你出去购物的同时 还可以和摊主讨论一下 有没有特别优惠的菜品 与一个陌生人交谈 并非迫使你结识心的人 它会使你 成为一个积极的 积极地发现 他人的一面的人 在交谈前 你可以预先准备好提问的模板 哪些主题 会使你显得很有意思 例如 你在业余时间 都会干些什么 你看过哪些有趣的书籍 你最近听到的 一些趣闻和玩笑 还有你度假的地方 更有意思 在交谈中 提出这样的问题 可以使话题转向另一个话题 并让他们畅所欲言 畅所欲言 在我们的交谈中 我们常常谈论我们周围的事情 有快乐的 也有伤心的 这种话题很敏感 一不小心 就会触碰到对方的 雷区 所以 如何用设身处地的方式 来回避那些敏感的问题 首先要大致地理解别人的看法 例如 如果你发现 对方对某个公共角色的评价是正面的 那么 千万别把这个公共角色 当作是你的对话主题 至于一些敏感的问题 在你出席派对前 你要尽量了解哪些 雷区是不可以触及的 例如是否有人 最近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婚礼 有人的家庭成员刚去世 如果你拥有了更多的信息 那么你和另一方 将会处于一个完全相同的状态 从而避免了让你和其他人感到难堪的问题 另外 在交际中 我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群 在这种情况下 要使每个人都能够有一个相对放松和快乐的交谈 请记住 千万别询问专家 例如 在公众面前 不要询问你所见到的大夫的病情 也不要询问 你的律师如何解决你所遭遇的法律争端 以及你目前的投资项目是否适合 这种专业的心理辅导 更适宜于一人一组的辅导 在社会上 每个人都希望能有一个放松的时间 不要让彼此感到压力 可是 如果我们在不经意间 碰到了令彼此都觉得难堪的事情 那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 笔者相信 最好是转移话题 将对话带往另一个方面 当你想要改变你的想法时 你可以事先做好万全的回答 例如 这个故事很漫长 让我们聊一聊有趣的事情 那就不说了 我们换个话题 用摩棱两可的措辞避免了窘境 另外 你可以用一段时间保持监默 让对方知道你不愿意讨论 接着换一个问题 这样做也能有效地 防止你陷入窘境 如果你和另一个人的意见有矛盾 那么在社会环境中 你可以用一个好的说辞来 防止别人感到难堪 比如说 如果你在某个话题上 和另一个人的意见不一致 那么你就可以用你的主意 很好来避免意见的碰撞 最后 挑选一个公开的主题 并做好准备 避免那些比较棘手的问题 这里我们来看看 实施换位思维的第三招 情感交流 这就是在各种情况下 根据别人的心情来判断 自己该说什么 或者不该说什么 在谈话中 即便是与同样的人 在各种情况下 他们与你说话的心情与目标 也会有差异 因此要真正地将自己带入其中 去了解别人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 将自己带入到别人的角色中去 并按照他们的需要来设计对话 如果你在派对上 与某些人 就某些问题持有激烈的意见 那么过分地讨论就会得罪他人 那么你就应该多注意他人的处境了 举个例子 当你谈论单身母亲的时候 你可以很轻松地谈论 单身子女 会因为离婚 而受到各种负面的影响 当你发现有人开始回避 找借口上厕所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他是单身 还是一个人照顾自己的孩子 这种事情太敏感了 表达你的意见 要是情况而定 别认为随随便便就说出来 就是真心话 或是真心话 这实际上是一种粗鲁的举止 很容易得罪人 不考虑他人的真实状况 而说出自己的看法 一旦与他人意见相左 或引起他人负面的情感 那么很容易被人迁怒 从而让他难以理性地陈述事实 因此 在你要表达自己的意见时 务必要认真地看一下 情况以及别人的心情 结婚 生日 庆功宴等 都要和身边的人配合 越高兴越好 主人邀请你来 就是为了和你一起分享他的快乐 出于对主人和他人的关心 就算你的心情不好 也要将自己的情绪隐藏起来 然后高高兴兴地向对方道贺 这样 你就不会被人打扰 又或者 你到了一家医院 要为患者着想 因为生病 他们会感到悲伤和沮丧 所以你要记住 你来看望他们是想表示 你对他们的帮助 并给他们一些激励 你可以聊点有趣的事情 聊聊最近发生的事情 同时 你要对患者的情感和身体状况 非常的关注 如果他们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给他们读书 给他们报纸 给他们一些诗词 你也可以在他们身边 默默地拉着他们的手臂 要更好地了解他人的情感 有一个很好的办法 就是聆听 做一个好的听众 是一个好的交谈家的先决条件 如果你希望参加一次持续的交谈 那么 第一件事 就是要仔细聆听 弄清楚 对方所讲的是什么 以及他们所表达的情感 然后再决定是否要开始交谈 举个例子 当你看到两个坐在你身边的人 讨论他们对游戏的看法时 你必须要听听他们的意见 了解他们的想法 然后再根据他们的想法 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既可以让自己融入其中 也可以避免自己说了什么 让对方不高兴的事情 这里有一个巧妙的 转移主题的方法 那就是当你仔细聆听 他的意见时 你可以随口说一声 这让我想起了什么 这是一种巧妙的 插入他人的话 使对话变得更加有趣 在各种情况下 要顾及到不同的人的需要 只有这样 大家才能从你的话语中 感觉到你的关怀 你的话语 你的热情 你的友善 你的个性 你的朋友 都会乐意与你沟通 与你共享你的所有 这样做 不但能使你在社会上得到好处 而且能使你的整个社会 都开阔起来 概要 今天的话题到此结束 我们来简要的看一下今天的节目 本书讲述了两个中心问题 即如何转换思维和如何转换思维 首先 逼者就如何看待 疑情进行了剖析 即 疑情是一种使他人感觉舒适的交流方法 在此基础上 逼者提出了三种切合实际的换位思维方法 外部接触 话题选择和情感交流 所谓外在交流 就是要用衣着 表情 身体的行为 来进行思想交流 在社会交往中 人们的交流机会要少 穿着合适的衣服 和相貌 会让人觉得很自在 从而产生交流的冲动 在交谈的时候 要尽量让人敞开心扉 这样才能让谈话变得更加有趣 要多了解他人 多了解他人的优点 做好问题 做好心理准备 避免雷区 在交谈时 也要注意别人在各种情况下的感受 要善于观察环境 并在各种情况下 思考自己的话题和话题 学习聆听 要能很好地领会别人的意思 并在聆听的过程中 寻求机会加入到对话中去 这是我给你的故事 这本小说里有许多的交流方式 但作者最看重的 就是将自己带入到别人的角色中去 去体谅别人 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沟通方式 把自己带入到你的真心中去 在交谈中 如果你能考虑他人的情感 那么他就会很容易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你 这就是以心为心的真实意义 也就是本书取名为 所谓会说话 就是会换位思考 我只有一个人的态度 我请问你 有请问并不关注 我可以恢复的